2012年天秤颱风把台东的知名景点 帛琉男人会馆吹得支离破碎 97年的台米台风吹到连15吨的游览车都翻覆 他们都是瞬间17级阵风 风灾不输好与灾情 气象局表示这回苏迪勒是墙台 进中心最大风速每秒58公尺 相当于17级阵风 足以将整排电线杆吹到折断 记者实测我们现在在模拟12 13级阵风的环境 你可以看到现在伞根本就打不开了 而且整个已经被吹坏了 那你可以看到就算是不用伞 我整个人已经是被风 一直会吹着跑的一个状态 13级阵风就能把雨伞吹坏 塑胶雨衣也被吹破 目前全台风力还无法预估 那苏迪勒台风进中心最大阵风17级 沿海空旷地区估计也会出现10级阵风 根据普福风级表 7级走路就有困难 9级会让乌瓦损坏 10到12级路数倒塌 13到17级电线杆都可能连根拔起 风大与右强的苏迪勒不可轻呼 民众卸计台风天出门一定要小心